今日的ET个股推介 港交所388 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华检选的原因 港股踏入首季业细期 多借重榜股如港交所、汇丰、建行、公行等 都会下周放榜 预料都会成为焦点 而股份可以关注盈利能见度比较高的港交所 港股第一季交投暢黄 平均每日成交额按年升8.6% 超过2200亿 IPO集资金额超过1300亿 按年大升8.2倍 两项利好的带动之下 综合市场预测 港交所第一季纯理预料 介乎33.9亿到45.6亿 按年增长五成超过一倍 港交所连续四个交易日突破短期阻力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